您知道谁手术的金刚筋最贵吗? 是这卷苏氏手术的 还是这卷文泽民手术的 甚或是这卷康熙皇帝手术的 不,都不是 而是这卷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被法国奉为国宝的金刚筋 据说,这是我这天为超度自己的王母 用楷书一笔一画,亲手写的 它是怎样流落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呢? 一百多年前 法国人薄熙和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 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 满足最皇旗的毅力将军长庚呢? 送了一卷唐代写本的佛经给他 他看着这卷写本欣喜若狂 连满追问长庚将军从哪里得来的 长庚将军告诉他 自己的宝物来自嘉峪关税务市的比利时人 这个比利时人是从一个叫亭栋 干粮道到他那里获得的 而亭栋从哪里得来的呢? 亭栋的宝物是敦煌莫高窟 一个叫王远路的道士送给他的 不需要听到这个消息后 朝敦煌飞奔而去 时间是1908年3月 薄熙和到了敦煌后 用他极为流利的汉语和清河的 涉流的交集手网 得知王远路正在目击收线庙宇的资金 于是答应资助他500两白银 王远路心动了 让薄熙和进入了他的长津洞 薄熙和凭着他深厚的汉血工地 和丰富的考古知识 就在游登一件一件 直直式式的翻间甄别了山中 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路中 骄傲自得的说 《洞中卷本未尽余目而弃职者》 欲敢说绝无仅有 正是因为这样的认真和深厚的学员 他挑走了敦煌长津洞中 最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 和200多佛 我唐代绘坏与翻筒 字物 木制品 木制活字印刷字母和其他法器 整整专门了10大车 而首付字印也不过是500两 也就是90英镑 这6000多卷写本 就包括了这卷武则天写的小卡 金刚经 该作品以南帝慈青展为止 通片用纯金粉写就 全文5162字 一字不少且无意败别 抄写完成之后 需要经过光谱超今生的三次教验 保证文字没有任何缺露 在此前未发现之前 林碑金一直被称为天下定义小卡 只经发现之后 林碑金就只能屈居地儿了 武则天的书法真的有这么高的艺术价值吗 宋朝时 宣和书府中对武则天书法的评价是 凝凝阴段 脱去千华子本气味 其行书郁郁伶友 赵普盛起 主教武则天书法之英气 之精妙 之高超 再加上纸张用墨和历史价值 超能飞金实在无可辩驳 这个历史价值 除了武则天超度王母这种笑的表上外 还有他为什么流传到了遥远的甘肃敦煌 为什么他被幽闭藏金哭了800多年 为什么一出土就被法国人掳走了 一路想来叫人心如地血 叫人恶望叹息 我们中国人当然想要把这副小卡带回 但是专家们曾经对这件小卡进行过估价 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 即使出价几百亿也无法将它买回来 如果能穿越回去 我真想打烂博士盒的脸 点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